这只小羚羊刚出生还没学会走路 就要应付鸡肠碌碌的油猪 不远处羚羊妈妈迫于油猪的实力 迟迟不敢向前 小羚羊能否自救成功 就在刚才 一只母羚羊怀胎多月 终于产下幼崽 此时羚羊妈妈没有时间 庆祝小生命的诞生 她要抓紧时间舔干净小羚羊身上的羊水 帮助她站起来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草原 食草动物的保命绝迹就是逃跑 路过的羚羊看到小羚羊的诞生 小羚羊妈妈送来祝福 两羊落了一回家常后 路过的羚羊就离开了 这时羚羊妈妈也舔干净羊水了 她鼓励小羚羊站起来 小羚羊在羚羊妈妈的帮助下 颤颤巍巍巍地站起来 看她站一秒趴两秒的动作 就能看出小羚羊还没有完全适应 可惜时间不等人 草原可没有未成年幼崽保护法 小羚羊需要赶紧和自己的腿混熟 刚刚开眼看世界的小羚羊 此刻非常饥饿 她非常希望吃饱饭再学习站立 羚羊妈妈没有溺爱孩子 她希望小羚羊自己站起来过来喝奶 小羚羊看撒娇没有用 只能赶紧学习站立 事实证明羚羊妈妈的教育是正确的 饥饿的小羚羊爆发了惊人的潜力 她掌握了站立和行走两项技能 羚羊妈妈看小羚羊学习不错 准备让小羚羊享受母乳 可惜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 这时一只猪猪出现了 发现了这只刚出生的羚羊 它大摇大摆地朝着小羚羊方向走去 羚羊是一种杂食性动物 小羚羊也在它的菜单上 羚羊此刻非常兴奋 没想到随便溜带一圈 还能给自己加餐 羚羊妈妈看着不远处虎视眈眈的羚猪 犹豫了几秒就跑开了 羚羊是草原上有名的脆皮 没有族群保护的羚羊妈妈 非常害怕羚猪给自己来个野蛮冲撞 它只能和羚猪拉开距离 在不远处祈祷面前这只羚猪不太乐 小羚羊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它对面前这个大家伙非常好奇 小羚羊热情地和羚猪打招呼 羚猪丝毫不讲情面 给小羚羊来了的野蛮冲撞 这一下就给小羚羊干些菜了 小羚羊趴在地上迟迟站不起来 羚猪生怕面前倒口的羚羊飞了 只见它对着小羚羊就是一顿乱啃 它的身后就是小羚羊的妈妈 羚羊妈妈一直等到小羚羊彻底断气才离开 小羚羊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就成了盘中餐 不得不说自然界真的很残酷